各位旗友,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佐马盘河新的内容 本局旗围绕着这个七路组,一路横冲直撞,直逼九宫 究竟如何精彩呢?我们快速走到旗局的分界点 黑方进族,红方出居,黑方也出居,进居过河 黑方上马形成双阵马,红方冲兵,黑方佐马盘河,红方马八进七 前面这都是普照的走法,咱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 那么接下来走到这里之后呢,黑方采取居易建议 这种走法相对而言比较稳妥 红方发起中路进攻,黑方挑起战端 这里进族回马踩着居,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平居跟着马 黑方进族吃掉兵,红方再次进兵 当然为什么没有逃马或者说退居吃马 这个变化如果说其友们有疑问的话 不妨结合前面内容一起观看一下 走到这里,黑一方继续进族吃马 如果说寻求交换的话 有一个先锋小族势必有一定的小优势 红方进兵吃掉中路族打通中路 先手将军,黑一方称事 退居顺手吃马 此时黑一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居一平寺占据力道线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再次集合前面一点小的内容 我们继续看马七进五 这里炮打着足,马踩着足 可以说这个小族一旦消灭掉 红方就没有后顾之忧 完全可以全线火力进攻 然而黑一方比较顽强,依然是进足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前面我们有讲过此时红方上马的话 黑一方平炮上马踩掉兵 这里啊,红方得不偿失 本居起,红方采取一个比较稳妥的走法 居久进一 主要目的既贫居赶着足 同时也是将来居久贫三 居久贫二 或者说居久贫四 左居右调实行一个对他底线空虚进行防守 然而黑一方在这里啊 小族直接吃掉底线 这里威胁红方的事 那么当然呢 这里棋局的走法既有贫居过来形成霸王居 也有居久贫二形成一个牵制 当然在走这个变化之前呢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分支变化 现在你这个小族进底了 红方能不能上马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分支变化 如果说上马 这里既威胁着马 同时还有贫炮 大着居 看起来也很不错啊 你这个小族在这里 我随时居可以掉过来 实际上这个走法 都在黑一方的计算范围之内 那么此时黑一方依然是上马踩掉兵 踩完之后 红方平炮打居 这不起看起来很不错啊 那现在打着居的话 那黑一方又该如何抉择呢 这里黑一方有一个好奇 贫足吃掉士 先手来一个将军 那现在如果说退居吃足的话 那显然我们进去吃马 吃完之后 这里还吃着炮 那当然红方是贫帅吃掉足 同时这里帅和鞠 形成千里照将 中路有炮的加持 能够形成铁门栓杀起 看起来非常的危险 实际上黑一方这里来一个将计就计 先贫炮 反手来一个将军 那现在如果说你贫帅进去的话 那现在如果说你贫帅进去的话 那这里进去一将 再退去一将 可以抽你的鞠 同时这里可以先弃鞠砍马 那在这里红方肯定是不服气的 有炮不吃 这肯定是不合适 吃完之后 这里依然是进去底线杀奇啊 黑一方此时来一个飞向 这里可以说通过弃子巧妙幼致深入 既把红方这个帅呀 又出危险位置 同时又把这个鞠啊 引到黑一方的包围圈 此时贫炮打鞠可以说恰到好处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鞠 他能不能直接吃相呢 或者说直接浸泡打相 当然在这里如果说你浸泡打相 看起来将军不错 但是这里称是就把这个鞠吃掉了 吃完之后这里还有先手将军 然后抽他这个九路鞠 所以说红方在这里稳妥起见 这个鞠也不能吃相 如果说吃完之后呢 那显然这里进鞠吃马 现在无论你吃马还是吃炮 我这里都可以点浆 然后再把这个鞠给抽掉 因为你吃完之后 我进鞠吃马 这里向吃着鞠 这个鞠啊 务必得逃 无论是吃马炮 都会把这个鞠抽掉 抽完之后 黑一方两个鞠相对而言 躲到隐蔽位置 你这里想抽也抽不到 好 这个变化呀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 那红方想保留实力的 他比较顽强的走法 就只能选择退鞠 这里见好就收 白吃你一个炮 现在我依然退鞠防线 守着这个马 同时将来还有炮 瞄准中向 看起来很不错啊 可以说啊 鞠里险地 但是黑一方有一个先手将军 然后 在这里 黑一方 其实啊 此时这个进炮要打鞠 感觉啊 红方始终有这样一个棋 但是可以先手进鞠 先棄后取 那这时候你不吃 好像不可能 品鞠吃掉 此时退鞠一将军 好了 把九路鞠给抽掉了 抽完之后 这个棋局看起来 红方是双炮 黑一方是马炮 黑一方明显 子力稍微啊 兵种齐全一点 那这时候 品鞠过来抓马 但是黑一方一回 水马的话 这个阵型相对而言 非常的稳固 继续往下发展的话 也是黑一方 非常的占优 首先说明 红方这个率位不安 暂且不说 他胆缺事项 同时啊 黑一方 有马炮 将来 以及狙马炮 组合 比较灵活 同时进攻性 更加的强 所以说这个变化啊 红方 看起来 有凶猛的进攻 实则完全被黑一方 死死拉捏 看来 红方直接上马 这个变化 完全在黑一方的掌握之中 那么接下来 红方在这里 另生一技 选择了一个 居酒品四 这一步棋 可以说 来势汹汹 而且攻守兼备 既形成霸王鞠 互助抵士 同时将来 马跳开 或者摆兵的话 能够形成中路 有炮 力道有双鞠 双鞠砍抵士 绝勤铁门栓 那么黑一方 接下来又该如何行骑呢 这里换作我们 常规想法的话 可能就大势不妙了 然而黑一方在这里 来了一个将计就计 禁鞠 这里捉马 那显然 红方这个马 本来就要跳开的 然而这里还 来了一招 赶鸭子上架 那么红方 直接马五进六 即隔断居 同时这里也是叫杀 那么看起来 黑一方非常的危险 然而就在 这千军与发之际 黑一方依然 采取一个小卒 入酒宫 那这里一将军的话 现在首先说明 红方不能用帅吃 如果说贫帅吃的话 那这里禁鞠一将军的话 红方只能退炮 挡枪 接下来 平炮 这里既拴住 双鞠 同时禁鞠底线 杀齐 那现在即便是你 百兵的话 这里依然可以 平炮中路 同时 也可以飞向 不后中路 红方没有杀 反而黑一方 这里有双线 叫杀 红方的进攻 战线完全被黑帅 立刻瓦解 所以说在这里 红方还得要小心呢 我们返回到棋局 那红方在这里 比较稳头的走法 也只能选择 退居吃掉 此时 黑一方采取一个 平炮牵制 我这里是 结成担子炮啊 现在红方 要不要吃马呢 这里看起来 这步棋很不错 然而这里是炮 打着狙 红方采取一个 狙四平三 这里同样是 形成牵制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之后呢 黑一方 也不管这个马了 因为这个马 一旦动的话 两个弹子炮 立刻 正战线呢 被破坏 此时 狙八进八 这步棋 将来甩狙过来 形成叫杀 那么这里 有两个走法 棋局 并没有涉及到 比如说 退炮 拦住鞠 或者说 我四六进五 拦住鞠 这样行不行呢 首先我们看 如果说退炮的话 此时黑方一上向的话 这个阵型 显得完美无缺 你现在上马吃的话 我平炮打 进足吃向的话 我飞向吃 同时还有平炮 打掉中兵 来个反向 这样的话 红方反而得不偿失 当然 如果说成势的话 黑方这里有禁居 双居夺势 同样对红方形成一个不妙的走法 因为这里双向双势 同时还有结尘弹子炮 始终红方 进攻不了 贴不了身 所以说红方在这里采取一个 先下手为强 上马吃掉 因为吃掉一个马 同时这个马也是形成将来一定的威胁 中路有炮 内道有居 加上这个马的话 形成三线作战 看起来非常凶猛 实际上这个走法 完全是给了黑方的一定机会 那么这时候 甩鞠过来 双军砍底势 就是杀齐 首先说明这里红方不能称势 如果说称势的话 黑方一品去捉巷 那这里红方是要吃亏的 仅此一步飞向 那么好了 这里禁居的话 这里吃掉双炮 双炮一旦丢失一个的话 那红方这个阵性 战线的进攻 显然就显得无力了 所以说在这里 当我们双军夺底势的时候 红方比较好的走法就是 炮八退二 用炮来守住这个底势 这时候黑一方采取一个顿挫走法 品鞠吃中炮 这里鞠卡住向腰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这里既捕后中路 既有吃兵又有将来吃炮 那么现在红方也只好选择 鞠三进二 看守住 此时黑一方稳妥一手 向其进五 这里打着马 这个马前驹无门 后退无路 他只好选择上马踩士 寻求交换 先破掉你顽固的阵型 将来双军在一侧的话 能够形成一定的攻杀 黑一方称是吃掉 接下来目的就要退居吃小兵 红方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直接往前进攻 黑一方飞向吃掉 那么好了 走到这个局面之下呢 大家会发现双方子力兵种都是一样 红方残缺事项 黑一方也相差无恙 那现在到底是哪一方更加占优势呢 这里明显是黑一方比较有优势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下 炮被鞠牵制 然后这个三路鞠又动不了 黑一方结成担子炮 阵型非常的稳固 那红方此时采取了一个 局四平二 因为他现在能走的也就是这个鞠 这个八路炮也是同样不好动 那么好了 他走到这里之后 接下来这一步棋啊 黑一方 走出了一个惊天妙手 大家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 在这里可以思考一下 如果说你能够想出来的话 可以说啊 你的残局功夫 运子技巧也是相当的一举 我们话不多说 黑一方来了一个飞龙在天 这里飞向挡住鞠 同时也不怕你进鞠底下来将军 我这里随时可以退炮 那么为什么要飞向呢 主要是为炮二平武做准备 一旦黑一方能够架起当头炮的话 势必洪峰这个炮不稳 那么你这里如果说出帅的话 将来也是有一件的危险 所以说红峰为稳妥起见 先手称势 黑一方平炮 那么这里很明显 你不打我的 我下一步起就要打你的 红峰只好先选择下手围墙 进炮打掉 黑一方退向吃掉炮 吃完之后 接下来双鞠夺底夺势啊 就是个杀棋 如果说出帅的话 反而平均占据中心 红峰只好退居防守 那么好了 走到这里 接下来黑一方走出了一步棋 红峰就只好缴械投降了 大家可以看看 或者说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 这时候 黑一方来了一个平均抓炮 显然这个炮啊 不好走了 现在炮往哪里去呢 只能选择离开 离开的话 那这里禁鞠捉双 吃相就是个杀棋 那么棋局发展到这里啊 也是因为黑一方多子占优 红峰一旦丢掉炮 可以说后续进攻无力 当然这里残缺事项 很容易遭到黑一方 双鞠错的杀法 好了 其友们 今天这个小卒入九宫 可以说引入导火索 最终为我们展现出精彩的棋局 其友们有什么想法或者好的建议 欢迎打在评论区里面交流 非常感谢朋友们 还请朋友们多多点赞 强烈推荐一下 非常感谢 好感谢